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就是被称为欧洲第七大国的芬兰 芬兰最出名的便是它的湖国 据统计芬兰共有18.8万个湖国 水域面积占总面积的10% 在中国的课本上被称为千湖之国 因为芬兰国土的三分之一都在北极圈 所以芬兰的冬季很长 夏季却很短 在我国人民心目中的避暑胜地 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芬兰的农入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并且芬兰也是一个右侧驾驶的国家 所以中国的驾照在这里是被允许使用的 解决了驾驶车辆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应该怎么样在芬兰这个国家上自驾游 来到一个国家最应该取得变成它的首都 芬兰的首都赫尔兴基是芬兰最大的港口城市 在赫尔兴基有着世界文明的教堂 赫尔兴基大教堂 赫尔兴基大教堂通体白色 仅有上部的圆顶是淡绿色 即使在海上也能清楚地辨识它 由于赫尔兴基大教堂的主色调为白色 又被称为白教堂 当芬兰下起大雪时 教堂前面的广场被白雪覆盖 通过柔和和暖色的灯光带给人们教堂的圣洁 所以说目前想要去国外自驾游 只有芬兰这一个选择 但是芬兰的每一个城市的景色 都足以让你留恋放返